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后日开会 审视Beyond Check疫苗能否紧急使用 美国宣布再制裁六个内地和香港人员 说他们涉及危害香港自治和人权 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下星期一将会开会 审视其中一款新冠肺炎疫苗能否紧急使用 有委员相信未必一次会议会有结论 政府预够三款新冠肺炎疫苗 暂时只有Beyond Check提供全面数据 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星期一会讨论 有委员说涉及的数据有千多页 因应挪威当局说 有23个长者接种这一款疫苗之后死亡 估计会再要求药厂提供相关详程 未必一次会议完成审视 但相信之后会公开相关报告 他说现阶段难以估计能否按当局计划 农历新年之后接种Beyond Check疫苗 而优先接种的包括长者、长期病患、医护和跨境司机等等 有委员就认为这一款疫苗虽然要保持极低温和稀息 但长者接种地点可以不同 另一款科兴疫苗部分地区数据有效率只有五成 长者应该接种哪一款呢 另一位委员认为仍然要等药厂提供更多证据 但相信不会一刀切 孔凡艺又说当局会成立临床专家委员会检视疫苗的副作用 包括接种者要以日记记低副作用再分析数据 刘泽生就说如果接种计划开展几个礼拜之后 发现副作用和疫苗成效的比例不理想 有机制可以建议当局停止使用 母线电视记者刘杰玲 报道 内地昨日新增115宗新冠肺炎本土病例 河北多90人确诊 集中在石家庄市古城区 多个患者曾经跨省去到陕西和山西等等的地方 石家庄市完成第二轮全民核酸检测之后 找到247宗阳性个案 当局延长居家检疫期限去到下星期二 黑龙江就新增23宗病例 而吉林就新增13宗无症状感染者 美国宣布制裁六个内地和香港人员 包括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说他们涉及危害香港自治和人权 美国财政部更新香港相关制裁名单 将六个人列入名单 包括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有权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孙青野 警方国安署署署长蔡展鹏 和两名助理署长简启恩和江学禮 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 美国人和企业也都被禁止和他们交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制裁名单更新之后发表声明 形容香港当局在这个月6日拘捕五十多人 是极恶劣地打击支持民主的政客和人士 指他们只是因为尝试进行公平公开的立法会初选而被捕 认为香港当局的行径是香港的自由和民主进程 被中共基本破坏的有一个鲜明例子 蓬佩奥敦促北京和香港当局立即释放一会行使基本法 和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权利和自由而被捕的人 并对他们撤销起诉 美方会持续动用所有可行工具 对侵害香港自由和民主进程的人追究责任 这次是美国第四次就香港情况 将内地和香港人员列入制裁名单 至今一共有35人被制裁 美国政府对上一次更新制裁名单 是去年12月7日 将全国人大常委会14名副委员长列入其中 中方期后取消美国慈外交护照人员 临时访问香港和澳门的免签证待遇 以及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 负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 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 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 无线电视记者一样都为报道 警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 两个助理处长简启恩和江学禮回应说 维护国家安全是警务人员的责任和荣誉 又说美国政府漠视法治 出于政治目的而作出不公平制裁 企图用政治施压手段 严重干预警队执法工作 变相鼓吹违法行为 打击香港的司法独立和自治 他们又说会继续做好本分 无畏无据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和香港安全 严正执法 最后看天气 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 吹和换至清净东风 离岸间中吹强风 1点钟气温是20度 相对湿度62%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 紫外线指数是5 强度属于中等 新闻报道员再会